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是中国boy 然后现在是这边 10点钟了 昨天睡的比较晚 我不是昨天在vlog里面说 我应该会发一个 游戏视频 嗨 我的嗓个怎么了 操 我应该会发一个游戏视频 和一个这个vlog的视频 然后那个游戏的视频 我剪到了最后面的时候发现 他最后的文件损坏了 所以没有办法 只更新了一个这个 vlog的视频了 呃吼 我跟哆啦叭约了是 11点半在秋夜园的那个地铁站的一个什么出口 见面的然后现在10点钟 但是 以防万一的话我现在准备收拾收拾出门了啊 吃一点早餐 尽早的去赶到那个地铁站一下 看一下要怎么坐车啊 因为 日本这边的话 地铁线路是比较复杂的 就像是 在这里 在这边的地铁站上 在这里 我们下车的地铁站上 我们下车的地铁站上 在这里 我们下车的地铁站上 在这里 我就好看一下你怎么拍 我一般都就这样拍开始Vlog了 然后我现在已经到了球业园了 然后也见到哆啦叭了 然后你们放心 我是不会要我要让哆啦叭保持这个神秘感 我是不会给你们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就在这边 我们现在是属于随随便便闲逛的一个样子 这个东西比较长得比较讨喜 你帮我拿一下这个吧 帮你拿一下这个 有点重啊 没事 你看我转出来的这一个 我转出来是什么自由女神像 然后是个逆风绿 逆风绿色的 好丑 好丑 你们有这么多可爱的 你偏偏就穿到最扯的那个 哎呀 我还想把这个买回去 可以啊 好厉害啊 买一个这个吧 厉害了 这个怎么弄下来啊 哇 根本就是卡住的 对 它不行 好软 挺不错的 其实 挺不错的 哈哈哈 这算很强吧 我觉得 哈哈 没有人可以做到抓那么小的东西把它抓出来 внутри 刚才就是要楼山 对 哇哇哇哇哇哦 哇哇哇哇哦 你好厉害了 厉害了厉害了 对 下边 挺不错的 那ry 你是不是投了进去500 对啊 你们结果夹娃娃机 把里面的石头给夹出来的吗 今天我这个人品真的是 屌头爆炸了 吃完饭了 这栋楼有一个 大家看到了刚刚那是练习 打高尔夫的场地 然后我想找一个是打棒球的吗 我们找的是 这是打棒球的 厉害了 我从来没有打过棒球 可以试一下 我这个样子看起来好奇怪啊 从镜头里面看挺奇怪的 试试吧 你有小心不要打到你啊 看他们 打节目什么的 打棒球比赛感觉他们会 会这个肝子啊 万七八糟的呀 这什么呀 毛巾吗 好轻松的 然后 当你真正尝试了这个运动之后 你就觉得 哎呦 我这个酿情呀 我就算打到那个球 我都挥不出去 知道吗 太可怕了 这个游戏 谢谢 我觉得 还好吧 戴眼睛不戴眼睛 我不是说我是印度生的 我们刚刚遇到的那个 好像是一个 我不知道 他们是一个什么组织 然后不是日本这边 那还是韩国那边过来的 像是一个舞团一样的吧 然后在那边 感觉好专业 很多个机位 还有个导演在那拍 嗯 很厉害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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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应该请 这边 是容易跳起来的吧 可以试试吗 啊 是 这边 可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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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试试 可恶 我现在就成 dermed这样子了 我的那个摄像机没电了 我要换一个摄像机 不是 我的是那个 他的这个CD卡满了 对 太大了 真的跳不起来 跳吧 跳了 时间跳了 我刚刚跳了一下 那个蹦床 看奥运会的时候 都觉得 哇 他们跳起来好容易的 然后你自己上去之后 就觉得 哎呦 这个东西好难 好难啊 然后这个旁边 还有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 全长30米 巨大 画面 什么什么体感 你反正 看得懂这些字 你就大概明白 这个里面是一个什么意思了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进去看一下 谢谢大家 这个是厉害了 我觉得又要游出来了 我刚刚从那个地方出来了 那个东西怎么说呢 你要真的人站在那个里面 你才能感受到真的特别特别爽 因为它地板会震动 然后给你们录下来的那些的话呢 你们可能就感受不到 有那么强的冲击感 对吧 应该是冲击感 然后我们现在再到处闲逛一下吧 感觉今天遇到的东西也比较多 我们现在是在瞎逛 然后也不算迷路 就瞎逛瞎逛瞎逛 然后这边住宅区啊 学校呀什么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可能有点黑啊 但是主要是这个东西 它有点问题 我本来想买一瓶水的 但是 全部涂不进去 为什么会这样的 可能这个机器它坏掉了吧 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再找一个其他的点试试看吧 现在七点过了 然后大大板回家了 然后他还要写论文的 我现在去找这个小青公公 去吃饭去了 它这只有一双鞋了 差不多了 我觉得 我的铁也没有很大 这个铁可以翻过来 这个铁可以翻过来 对 大家好 我是中国部位 然后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今天 我不知道我走了多少步 今天感觉走得整个人都 已经瘫痪了 不过还行吧 玩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然后也夹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那么我刚刚起来个早 好 我们依旧的 每天我们来喝两瓶 神奇的东西啊 我们来今天来喝的第一个的话呢 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叫它的名字 反正绿绿的一瓶 然后我买它的时候 只剩最后一瓶了 就证明这个东西应该卖的还挺好的 可能比较好喝吧 我们来试试看 这好像是汽水啊 这个有一点什么感觉呢 就这个饮料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是属于那个 红牛加了这个二氧化碳一样的 就是这种味道 不过感觉是真的挺好喝的 那么还有一瓶的话呢 这一瓶上面有中文啊 写的这个 爽见美茶 不知道你们看是不是倒过来的啊 写了一个爽见美茶 然后日本这边的茶饮料 它是没有糖的 因为我今天下午喝了一瓶 然后都来把跟我说 哦 这个这边的这个茶饮料 都是没有糖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哦 这个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的味道就感觉是像 国内的那种日料店 然后给你端上来那你一小杯的那个茶水 那个叫小麦茶 就跟那个味道一模一样啊 不过还是比较感觉比较清凉的 好吧 那么 那么之前的话呢 我委托这个小青公公帮我办了一个 就是这反正不知道一个什么证啊 反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的话呢 他今天拿给我的 然后我明天是那个TGS的媒体日嘛 普通的民众是进不去的 普通的这个观众是进不去的 所以说他帮我弄了一个这个证 然后有了这个证之后的话呢 我就可以去到那个TGS去玩一下了 然后明天咱们再去那边看一下吧 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我最近真的对游戏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我估计就去玩一下VR差不多了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话呢 也就先到这儿啦 如果说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呢 不放点一个点 或关注一下我的频道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好吧 这个就是我订的那个酒店吧 哎 继续开玩一下吧